好,我们讲三七六仪 然后呢,还是关注我们的亲门软件和讲课Q群 好,三七六仪 三七六仪呢,实际上还是十天干 十天干呢,有十个 但是呢,八怪九宫呢,加上中宫只有九个 只有九个 那么我们的古人呢,就把他中间的一个隐去了 隐去了,变成了这个 一个是三七,一个是六仪,刚好九个 三七呢,是乙丙丁 那么,加呢,作为统帅,作为元帅,作为首领 他隐藏在幕后 所以,这个名字又来,就是叫顿甲 顿甲,把甲呢,引顿起来 顿甲的名字,从此而来,是吧 旗跟门,是吧 旗门顿甲 旗呢,就是三旗 门呢,就是我们的八门 八门 组成了这个旗门顿甲这个名字 所以说呢,真正的旗门顿甲 这个名字,开始这个定性完成 那么应该就在于,应该就在三国以后,是吧 因为大家公认的诸葛亮呢,他是最大贡献 是八门,是吧,八门 他部的那个,八门图,是吧,八门图 当时是阻挡了那个吴国的,陆逊,是吧 陆逊要追击,追刘备的时候,当时被八门图困住了,是吧 最后没有追 就说那个,杜复吧,应该还是,是杜复,应该写了有,这江流石不传哈 这个,公拜是这个石屯武,指的就是这个,诸葛亮这个八门图啊 讲过这个 那这呢,我们都知道啊,首先它排列的方式啊 以秉丁,那么日啊 以为日期啊,你记住啊,这个,这个分别啊 以,我们都知道,以呢,代表七字,是吧 代表七字,这个呢,在七中间它代表日期,日月星嘛 日月星,这个要分好啊,分好,在这里边呢 相互接见的 不太好理解啊 以为日期,丙为月期,你看丙实际上,丙是太阳,是吧 丙还可以代表太阳,是圆的 哎,能代表太阳 圆的镜子就是丙,是吧 那么日期,日期它也代表太阳 它主要代表太阳,那么丙的 在这三期中间,它代表月亮啊,它代表月亮 它的能量呢,是没有乙,能量大的,是吧 没有能量大的 第三是丁,丁是星旗 啊,那我们都知道那五星红旗,是吧 五星红旗,红星闪闪,是吧 红星闪闪,还有那个星火燎原 那个毛泽东写的就是星火燎原 哎,那么它指的就是小火星,是吧 就丁火,丁火的意思,是吧 星星直火可以燎原嘛 所以说日期,月期都很好 但是丁期更突出,是吧 更突出,满天星斗啊 哪个星星它都是一个恒星 按它的实际的能量 它都比太阳月亮,是吧 都比太阳那个能量大 只不过离得远而已,是吧 啊,在这个里边呢,你看 丙呢,是麻烦是乱子啊 多了就出麻烦,乱上加乱,是吧 乙呢,是妻子,是吧 曲折 多了是曲折加曲折 这个事情 老曲折了,曲折过来曲折过去,是吧 妻子那个,妻子你乙上加乙不就两个媳妇吗 是不是 这不是还是爱婚信息吗 唯有丁期啊,丁期 丁期不惧多,丁期不惧多 呃,叫那个星火燎原 越多越好,是吧 小蜜越多越好 常说的男人这个 男人这个,你看 呃,男人的小蜜越多 这个财运越好,是吧 女的呢,女的这个饼是 女的小三吧 女的遇到小三就出麻烦乱子了 越多乱子越多 你看,不公平吧 在这就体现出他的不公平,是吧 齐民顿家本来就是一个统帅啊 三个助手,六元大将 六元大将 呃,这个这个论点呢,是那个 呃,是张志锤老师提出来的啊 提出来的,反正是觉得比喻的非常好啊 非常好 后来他又用那个八旗子弟那个 啊,香黄旗啊,正黄旗啊什么的 来代表六,六仪那种啊 那种我们就起之不用了 嗯,就是他那是八旗嘛 我们这个是三旗六仪啊 所以给那个 比喻 不是特别贴切啊 一个元帅,是吧 作为元帅,他经常呢 吟在幕后,哎,所以叫顿家 乙丙丁呢,就叫三旗 含义呢,统帅是统帅的三大骑兵 就三元大将,或者三大骑兵啊 出骑之胜,是吧 为统帅三大助手 乙呢,相当于参谋部啊 丙呢,相当于政治部 哎,其实这个可以代表,是吧 丙代表政治部 哎,乙代表太某 丁呢,相当于后勤啊 相当于后勤 协助统帅打仗 此外乙丙丁呢,正好代表日月星啊 日月星 乙呢,为文馆啊 叫日齐 丙呢,为武将啊 叫月齐 丁呢,负责是后勤保障 供应啊,叫兴齐 这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在军事作战上方面的一个比喻 是吧 一丙丁三骑呢 也可以作为三支骑兵 来理解哈 出骑之胜,往往是靠他 一丙丁三骑呢 啊,也可以 啊,这个是重复了 是吧 只多出一句来哈 也有人呢,从阴阳五行的概念来解释哈 就说现在这个,这个我们已经拿它做代表了 你觉得怎么比喻的合适是吧 你可以重新把它做一个比喻 只要是这个相同啊 只要说这个非常复合这个相义就可以是吧 啊,甲为主帅,为羊目啊 最怕这个耕金,来克杀啊 这个实际上是最早的解释啊 就这种比喻是最早的解释 前面这个呢,是后人啊 比如说现代人,用的解释方法 那么羊金,克杨木呢,为七杀 你看,我们这里边还体现了是吧 阴克阴,阳克阳 阴克阳,阳克阴,是吧 这样的关系 如果呢,阴克阳,阴克阴是最凶的啊 就像打仗的时候,我们我们经常看电影,是吧 看电影有些,有些武打片啊,或者是枪战片什么的 最后,人打的时候是吧 男的对男的打,是吧 兵对兵,降对将,开始打 如果两个男的打是非常凶的 你死我活,必然有一个得死 如果是两个女的打也是这样的啊 但是一男一女打 你就发现这个性别上,一男一女打 他都会 不会像那个男的对待男的,女的对待男的,女的那样,是吧 如果一方失败了,另一方可能就心思手软了 就把他饶,饶恕了,饶恕了 所以说这呢,就体现出来,阳克阳木啊 阳金,克阳木,为七杀是最凶的 这个七杀是八字里边的概念啊 以后你学到八字就知道了 七杀 那么,阴克阳,阳克阴呢,它实际上叫这个财啊 所以这个是最凶的 阴克阴,阳克阳呢,就没有那么凶啊 那这比喻呢,乙呢,为阴木 它好比呢,是甲木的妹妹,是吧 乙庚相合,我们这六合你要记住啊 这个六合的关系,以及跟庚是相合的 也就是说,这个甲木呢,打不过庚金 这个庚金呢,老克这个甲木 老克甲木怎么办呢 就把妹妹嫁给他 把妹妹嫁给他 甲庚金为七 这样,甲木就解除威胁了 所以呢,我们我们经常就看古代,是吧 这个,文昭君,是吧 这个,好多这个移动和亲,是吧 跟这个,呃,鞭走啊,呃,这个 呃,就是就是突厥啊,什么的,哎 进行和亲,送一个公主过去 送个公主过去,然后,呃,就好得好得不几十年啊 所以说,非常符合现实啊,这理论也是从现实中得来的 啊,以自然就称在上实行的美人计啊 称在上实行美人计的骑兵了,啊,美人计的骑兵了 饼呢,为养火啊,啊,木生火 啊,他好比甲木的儿子,是吧 在这个呢,他刚好是木生的,他甲木的儿子 能克杀庚金,哎,保护甲木之父 哎,所以他自然也是一个骑兵啊,也是一骑 丁呢,为阴火,他好比甲木的女儿,哎,也能克杀庚金 哎,保护甲木之父,哎,所以也是一个骑兵啊 因此,啊,他还有玉女的美称,啊,玉女的美称,哎,我们都知道 这个,咱们齐名那边有玉女守门,啊,玉女守门,我上次,嗯 给大家奖励的时候,举,举过那么一个例子,哈 就是叫玉女守门,知识门,地盘遇到丁,就叫玉女守门 六元大将啊,六元大将,误己更心人鬼,误己更心人鬼 这个十天干十二地支呢,这个项目大家应该都会有,哈 这基础都应该有,又叫做六翼,叫做六翼 含义呢,是六,六之一仗队,六之一仗队 相当于六元大将,啊,保护统帅,保护统帅,保护统帅 六元大将呢,保护统帅呢,确实,啊,确保呢,统帅不被伤害 哎,所以我们这呢,你可以看到哈 三旗,哎,符号 三光者日月星,是吧,三刚者君臣义 就是那个三字经里边讲的,哈 那么,这呢,六翼,你看 甲子物,是吧 这呢,我再强调一面,啊,再强调一边 呃,有些新同学呢,没有这个基础的哈,一定得要记住 也就是说,三旗,甲呢,是统帅 呃,乙丙丁呢,是三旗拿过去了,剩下是六五,啊,就六翼 六翼,刚好六个,六个呢,他跟六阳干地支对应,啊,六阳干地支对应 啊,六阳干地支对应,我画一个 这个吧,然后呢,你比如说甲子物,是吧 甲子,甲子呢,子在这 甲子物,那么五在这,是吧 甲五心,你看甲五心 物己更心人鬼,那么他是这么这么走的哈 把阴暗出过去,刚好六阳,是吧 摄地支六阳,六个阴的,六个阳的 所以我们只要阳的,不要阴的 因为甲只能跟阳相配,是吧 不能跟阴相配 甲子,甲虚,是吧 甲身,甲五,甲臣,甲隐,是吧 这六个,六个,甲子呢,是物 你看很好理解啊,物己更心人鬼 他就逆转排出来了就行了 甲子物,甲虚己,在这 甲审羹,是吧 甲审羹,是吧 甲审羹,甲五心 甲五这个地方是心 甲臣呢,臣在这,是吧 甲臣是任 所以说这个,物下面藏着子 己下面藏着虚 甲下面藏着神 甲下面藏着五 刃下面藏着尘 鬼下面藏着尹 所以说,我们常遇到这个,甲 甲,甲鬼的时候 甲鬼说是冲格 为什么冲格 他因为代表着地支里边 隐神相冲 隐神相冲 这个有老生常谈了 说以前那个知识了 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 可能是不那个,不太清楚 这个必须要记住 记得滚瓜烂熟的 好 这个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甲木 或羊木 甲木,那这我都 把图给大家标出来 这种大树,是吧 非常大的树 然后餐厅大树 你看这木头非常直 你看大树下面 这个小草都很少 因为它这个树呢 它把上面的光线全遮挡 下面这个草生长的并不好 所以适合甲木的地方 不一定适合乙木 名为大森林木 大林木 有参天之士 性肩 兼致硬 动良之才 主人体呢 呃 形长方 皮肤清白 筋骨强健 脖子脸 你看这个甲 你可以说甲子脸 有甲子脸没有 偏方 是吧 下边那个下额 非常小 就说这个下额 非常小 可以说是甲子脸 浓眉秀范 为人清洁 过于自负 不能闲于世故 顾呢 齐民充称甲 为天福 为贵人 代表首领 主要呢 领导人 大人物 将帅 隐盾于六翼之下 因为齐民遁甲 甲是隐盾的 我们在判断时 六甲以直福为代表 无论六甲谁出现 都代表同一种相议 无论六甲谁出现 都代表同一种相议 六甲是头 企业呢 是企业的领导 特家庭呢 是长辈 是中心 特疾病呢 也是病的头 对于甲最重要的是记住 最重要的要记住哪些呢 甲目是正职 以直福为代表 在职业上 多为领导 是核心 是重要的 这个 在齐民预测中呢 遇到六甲年 月日时 或者年命 甲的人求测试 怎么看呢 阴盘齐民是 凤甲就看知福 这个刚才 那个 讲到了啊 双生长科提的那个问题 是吧 那个谁 是宁丽丽丽提的那个问题 你是看甲呀 还是说看那个六五五 是吧 它本身也引在六五五之下 阴盘齐民是 凤甲就看知福的 哎 我们传统齐民呢 一般是遇到甲 遇到甲神就看耕 遇到甲虚就看戟 遇到甲五就看心 遇到甲子就看物 遇到了甲臣呢 就看刃 遇到甲银呢 就看鬼 月老师在齐民中呢 也给你们讲过哈 年上遇到甲时 以直福为主 参考所顿六亿 你看 这个地方又详细了 如果你比如说是甲年的时候 是吧 你比如说 今年是16年了 今年是16年 14年的时候是甲五年 如果那年是吧 遇到甲的时候 你看 年肝上这不是甲吗 以甲为主 我参考所顿的六亿 如甲审年 以直福为主 此看更金罗公 月上遇甲呢 就看所顿六亿 这个很明确啊 甲子就看物 日上遇甲呢 所顿六亿为主 参看直福 所顿六亿为主 参看直福 实干奉甲 一定是天险时格 你看实干上 我们刚才看那个就是天险时格嘛 一定是天险时格 就看直福落宫 就看直福落宫 我在实践中呢 一般以年命为主 年命为主 预测出行方向上 释放目绝之地 要以甲来判断 参考所顿六亿 实干凤甲 预测出行方向上 要参看这个啊 是否是木库之地 是木库之地 要以甲来判断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有点区别啊 你看这个 实干预测呢 就看直福落宫 那么就说直福落宫为主 你就看时间上这个 看看实干上这个 用神的时候 实干实际上这个 他这个说的啊 说的问题呢 最后一个问题 问题呢是 就不是问题 为啥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个直福呢 我们定的都是按实干来的 只要实干上是假 直福跟所顿六亿 永远在一个宫 永远在一个宫 这就无所谓了 你看哪个了 这就无所谓看哪个了 在这啊 高贵的有名王的 第一的首领 人物是领导人 经理董事长将军元帅名人 这一句话 形态啊 直方高 主人体呢 形长 皮肤白 筋骨强健 果子脸 长方脸是这样 弄眉秀发啊 一般这种人呢 眉毛比较浓 是吧 头发比较黑 头发直 性情呢 无眼 正直 愉快都断啊 心高 清洁 这浪费不了从哪来的 人物呢 人体呢 是头 指甲 因为这个甲呢 甲呢 比如说那个穿个马甲 穿个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它指的 只要跟甲有关的 比如说甲板 甲板 是吧 甲板盔甲 只要拿它主词 这个声音 不是这个 谐音都可以算啊 大脑 肝胆 筋 感觉呢 是酸胀 你记住这个 木的这个感觉呢 是叫酸胀 酸胀这块 动物呢 穿山甲 带帽 龙虾 龙虾呢 是表面上有盔甲吧 啊 鳖也是表面上有盔甲 是吧 鳖乌龟 都是说有盔甲的 贝壳也是有甲的 是吧 螺类是吧 海螺 螃蟹 这都是有甲的 植物呢 啊 大树 带壳的果实 也就是说 外边有皮 里边有壳 里边有肉的 核桃花生 松果 栗子 棱角瓜子 静物呢 静物呢 静物 金玉 金玉 珠宝 古董文物 帽子 甲咒 帽子甲咒 方位哈 东方 呃 天时呢 是风 春天 早晨食物链 啊 食物啊 这个 美味高档食物 其行为直 好 这是假的这个 性格 哈 以为荫木啊 以为荫木 名为花草之木啊 名为花草之木 有装扮人间之美 啊 致啊 这个致软柔弱 情满人间啊 主人的身体苗条啊 男子 微脱 微脱身 啊 实际上站不直 就那意思哈 站得一站死脑啊 这种人啊 皮肤白嫩啊 骨肉松弛 瘦长脸 为人呢 性情柔顺啊 重情重义 重情仁慈 爱搭扮呢 呃 依附事故啊 依附事情 齐门中称以为天德 为仁德之君 啊 以为天德哈 以这个 因为咱们现在齐门很少用这个 神煞 是吧 其实神煞也有很多 有没有用 可能有些有用啊 但是我们 现在很少用它了 为仁德之君代表日期 女人 妻子啊 像是人在爬啊 遇到这个乙呢 你看像是人在爬 它代表呢 头发 这个眉毛 耳朵 拐窝的也就是说 一切拐窝的都可以代表 舌头 大脑神经 血管 肠子 肩膀 啊 肩膀 胳膊 是吧 就是拐窝的地方 是吧 肩膀也有拐窝的地方 脖子也是拐窝的 是吧 肩 腿 腿也有拐窝的 脚 是吧 脚有脚踝 脚是拐窝的 手呢更是拐窝的 手指头 是吧 手指头 拐窝的东西 是吧 以落离弓呢 为头 天瑞星呢 是脑穴果有毛病 脑穴果有毛病 为护士肝膽 月亮 艺术品 男性生殖器 男性生殖器啊 这个 秋眼 胡子 画 神经 你看这些啊 如果代表男性生殖器就打歪了 是不行的一次啊 神经呢 椅木本身就是有神经的意思啊 训木 可以代表艺术品 艺术品就是书画呀 这一类的 木质的桥啊 木质的桥 小树木啊 木质的门窗 桌子 椅子啊 桌子椅子 这个床柜 弯曲的河流啊 弯曲的河流 床 领带 输卵管啊 你看这这提到了输卵管 是吧 提到输卵管 上次我们断那个 那个局里边 输卵管呢 它是两根的 是吧 两根 然后刚好两个椅木 哎你从两个椅木入手术 哎非常准确啊 中药啊 中医中药 然后草地 啊 花草 蝴蝶 蔬菜类的食物啊 多足的动物啊 长大的希望 鸽女啊 这个有点形容词了啊 这个 鸽女水果啊 柔软的身材啊 这个可以代表 腰舌系 是吧 茶叶等 对于乙呢 呃 测婚一般为妻子的 代表符号 是吧 性格呢是 忧郁柔软 你来顺受 身体为驼啊 这是乙木的特性 概念呢 希望达成啊 希望达成 制软 转 转机 艺术 然后呢 艺术文化是吧 我们这个 艺术品 柔弱 弯曲 曲折衣服 人物呢 中医医生 中医医生 女人呢 妻子 艺人 画师 作家 其实乙呢 代表艺术的艺术 你看 艺术的艺 是不是草字头啊 下面一个乙啊 你代表艺术家 艺术作品 都可以是吧 这就包括广了 这一下就广了 什么书画呀 音像啊 这个 唱歌呀 是吧 影视作品呢 动漫呀 插画呀 这些全是啊 就艺术作品 形态呢 是苗条 微驼背 皮肤白内 骨质松软 骨质松弛 瘦长脸 乙木的就是瘦长脸 有点 你可以说有点 都扯是吧 那个 对扯 都扯 因为有的人 那个啊 那个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以前还不太理解 就觉得可能你这个别扭哈 我后来我媳妇说 那个是都扯 对扯 一想去的是地袍天嘛 你比如说那个谁 杨子 挺有名的吧 杨子把那个黄胜衣给捧起来了 是吧 他捧起来 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关系 那杨子呢 就是对齿 是吧 你側面看他那个下额的时候 他是那个 两个牙 是吧 你看两个牙实际上是对着的 我们平常都是说 上牙膛朝起 往前一点 下牙往后一点 是吧 他们那个人呢 他们那个就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记不起来名字了哈 就是那个 前一段演过那个 前几年演的那个电视剧 《分斗》 《分斗》里边 文章是吧 文章演那个角色 文章演那个角色 最后 最后他媳妇跟他分手了吗 又找那个女的 又找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也是对齿 下面一看那个 平的 就是说上额跟系 那个上牙跟下牙 它是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和 咬合的这种关系啊 不是说这个 上面包在下面 手长脸 那么性格呢 仁慈 柔软啊 仁爱 柔情 柔顺啊 柔顺 忧郁 敏感自私逆来顺受 这种实际上 他指的是 妻子那种美德 是吧 这个逆来顺受 柔弱啊 那么人体呢 人体代表 肝胆肠发神经 淋巴 肝胆好理解 肠也好理解 拐弯的肠子嘛 头发柔软的 柔软的是头发 柔软的是头发 那么神经呢 也是也是拐弯的 神经 啊 那么 淋巴啊 淋巴是布满全身的 跟跟网络一样 淋巴是布满全身的 它也可以代表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 然后输卵管 输经管 阴道 然后呢 阴静 代表的东西也挺多的啊 那么手 足 肩 静 啊 腿 感觉呢是三丈 动物呢 秋眼 蛇 天鹅 天鹅你看 天鹅的形状 是不是特像一个椅子啊 它就特别像一个椅子 龙 海山 海马 海马也像是吧 海马也是拐个小弯 感觉像个小符号一样 小马 海马啊 海长 这个蝉虫 鸟类 植物呢是中草药 中草药 花草 小树 水果树 藤蔓 细嫩植物 牵牛 黄瓜 柳枝 帕山虎 龙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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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物呢 漂亮的 雕梁画柱 美丽的艺术品 美丽的艺术品 葫芦 木雕 油画 其实葫芦 最代表那个椅了 就是我们我们以后 你讲到化解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 经常会用到那个 葫芦 用葫芦 你看艺术品它也代表 自画油画 椅子 办公室 床 装饰性墙的物品 漂亮的房间 门 窗 藤椅 藤椅是编出来的 管道 弯曲之处 楼梯 面条 这一条 那地理呢是草地 花园 果林 菜园 艺术馆 美容院 漂亮的建筑 漂亮的建筑 这个拐弯的建筑 是吧 艺术馆 那么 方位呢是东方 天时呢是方月亮 看这个乙呢 它有的时候弯弯是吧 弯弯你看还能代表月亮 你看别看它是 它是那个日期是吧 日期你看月亮在那个 在 在是那个 刚出现不久的时候 是可以给眉毛这样是吧 弯弯的眉毛是吧 它是弯弯的 那就可以代表月亮 代表那个时候的月亮 春天啊 早晨 色彩 苍 色彩呢是 苍碧绿啊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月亮啊 如果你拿乙代表月亮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细致的知道 这个月亮呢没到满月 要么是上旋月 要么是下旋月 是吧 是弯弯弯的 还给我的意思 其意为蛆 好我这呢买个图片啊 柔弱的植物 那 丙火啊 丙火为阳火 名为太阳之火 有光明天地之功 其呢 其性呢 是刚烈威严 果敢七八啊 主人呢 体态丰满 呃圆脸 少胡须 短发 皮肤百里透空 啊 为呢性情刚烈勇猛 不怒自威啊 那工作连结 能成大财 但难吃酒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火啊 火一般是难吃酒的 就是说 呃 开始的时候 这个热情挺高 后来呢就 就不行了 做事呢 坚持不到底 是吧 嗯 那么七民中啊 称丙为天威 丙为天威 有雄威之意啊 代表权威之人 婚姻中呢 啊 第三者男人啊 第三者男人 情人 啊 情妇啊 在这是情妇 情妇啊 这个情妇 那么 嫖客 乐旗啊 这个是乐旗 然后病灶呢 是腹肿啊 严正啊 严正 手肿啊 牙引肿 代表上火了 是吧 丙也代表上火 那么他要是说 严正的话呢 是丙为高烧 丁为低烧 是吧 哎 这两个符号是不一样的 代表火啊 太阳 丙呢 圆形的啊 红色的 被出乱子啊 红色的花朵 血液发烧 丙家鬼呢 是酒鬼啊 酒鬼 你看 丙是出乱子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鬼呢 是酒水啊 红嘴唇 是吧 红色嘴唇 丙也是圆的嘛 代表口嘛 啊 心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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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是丁火 丙火啊 丙火 实际上他们来说 丙火跟丙火呢 丙火代表心脏 更更适合一些啊 丙火们代表什么 代表血液 是吧 红色的血液 那 你看 这跟饼都可以代表血液 一个是代表了颜色 一个是代表了流动的特性 是吧 其实一个物体呢 它的特性呢 都挺多的啊 这不是说 嗯 不是说它这个 只有一种特性 所以说哎 我们有的时候好几个符号 都可以代表啊 只说体现的方面不一样 发烧有啊 发炎 男人发烧有发炎 呃 窗户 你为什么代表窗户呢 并代表阳光 是不是啊 这个非常明亮 然后呢 窗户你打开这个 就是这个阳光就照进来了 是吧 这个意思 然后是高处炮火 是吧 炉火这个都很都好理解 烧烤烧山 少男 哎 强烈的希望 是吧 所以这个三旗呢 是三种希望 乙呢 是这个 这个希望呢 是弯曲打成是吧 哎 拐着弯 炳火是强烈的希望 哎 直接打成 那盯火呢是 星火燎原 靠着一点点是吧 嗯 多了起来了 是吧 小长 红绿灯啊 性感 眼镜 欲望啊 脾气大脾气 呃 脾气大啊 急躁 见火的地方啊 见火的地方啊 发热的东西 熊猫眼啊 眼睛肿了的时候 熊猫眼 饼有肿胀的意思啊 天蓬星也有肿胀的意思 你看 天蓬星就肿了 那个地方 像棚子一样搭起来了 是吧 流鼻血啊 超短群 太阳能等啊 太阳能等 对于鼻火呢 测婚一般为 女性第三者的使用不好 脾气暴躁 呃 刚为果断啊 有威严 脸呢是圆的 是吧 饼是圆的嘛 皮肤是白里头红 啊 这个白里头红还真有啊 有些一个同学啊 这个女同学 她脸就是跟苹果脸似的 然后那个白里头红 然后呢 你看着还挺好看 是吧 那种的 你说它白呀 它不是纯白 它是白里头红那种 这个火啊 冰火是猛烈之火 这种火呢 一出现 就会有灾难发生 是吧 灾难发生 丁火呢 是我们灯烛之火 是吧 你可以做饭啊 可以照明啊 这一类的 这我还接了张图啊 变压器就是标准的丙火 标准的丙火 你看这个 这个上面这个电线 是不是倚木啊 它走远的时候 它就得轨弯 是吧 就得是轨弯塌下去了 这上面也有线 是吧 也有倚木 你看树直的 是吧 这个实际上这个符号 你可以分出来柱子 柱子 天柱星 是吧 或者是心金 是吧 心金小金属 哎 这一个图上 你就能找出好多 我们用的相计符号 是吧 哎 你以后学的时候 嗯 你你就可以这个啊 你就可以把这个 看到一个东西 你就把它 往符号上想啊 往符号上想 多联想 哎 希望之乱容取胜啊 光明雄伟乱子 刚猛热烈激素 啊 权威 人物呢 情人 当权者 有指挥能力 脾气暴躁之人啊 果断刚猛之人 化工工人 思炉工啊 电厂工作者 电厂工作者 变电站发电厂是吧 变电站发电厂是吧 这一类的 那么形态呢 啊 体型丰满 圆脸啊 手胡须 短发 皮肤呢 白里透红啊 白里透红 那么性情呢 是暴力啊 呃 强悍 虚荣啊 正义愤怒 性极 果断啊 就是张飞的性格 是吧 张飞 李逵 啊 这样的人物啊 这样的人物的性格 人物是呢 眼 血液 唇 心脏 小肠呢 啊 小肠 腐肿部位啊 腐肿部位 就肿了 有炎症的部位 感觉呢 热 烫 或者是痒 这三种感觉 用冰火来代表啊 动物啊 你看这个 很多东西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预测的用神 你比如说 哎 这个这个人找你 哎呦我这 我这身上特别痒啊 你看这个这是咋回事啊 是吧 直接就去这个冰火 看他在什么位置 就告诉他你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发痒了 是吧 哎 所以有些东西呢 就隐藏 隐藏在这个中间来 哎 你慢慢的都弄熟了 你才能够记得住啊 能够记得住 动物 马 牛 猪 驴 马牛猪 驴 那么 呃 植物呢 是带饼的果实 梨子 樱桃 西瓜 南瓜 莲蓬 莲蓬 苹果 莲蓬苹果 这些果实是吧 苹果是圆形的是吧 西瓜也是圆的 啊 南瓜 樱桃是红的是吧 然后呢 净物呢 是光亮之物 灯 灶 发热之物啊 有锡之物 饼干 火箭 大炮 变压器啊 这提到了变压器 丙火代表变压器 烟囱啊 烟囱啊 窗户 加油站 代表权威之人啊 代表权威之人啊 代表权威之人 地理呢 啊 厨房 高岭 高岭 南方 啊 炉叶化工厂 呃 煤炭 电厂啊 照明场所 照明场所 明亮场所 方位是南方啊 南方 天时呢 天时呢 是太阳 晴朗 炎热啊 夏季 中午啊 色彩呢 是红色或者紫色 气形呢 是为大 变压器 丁火啊 丁火呢 为阴火 名为呢 灯烛之火 性质呢 啊 柔弱 有照亮 有照亮万户之功啊 有照亮万户之功 为人呢 为人为己 主人呢 啊 秀丽清高 浮白粉耐 发细而长啊 发细而长 额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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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额尖 是吧 额宽 下额尖 是吧 丙代表额头嘛 啊 丁火呢 丁火是这个意思 丁火你看 上面是宽的 下边尖 这个人呢 长的就是这个形状 是吧 上宽下肩 脸型呢 是一个 呃 倒瓜子的脸 是吧 类似这样的 为呢 性型呢 顺而有心计 体贴人性啊 体贴人情 洞察奸邪 亲文中呢 称丁为玉女太阴 啊 为玉女太阴 代表 呃 带一兴起啊 那么婚姻中呢 是第三者女人 情妇 妓女 三陪女 红色 花 耳丁 你看跟丁有关的哈 他们上的还还还还把那个什么 萝卜丁啊 呃 那个公宝鸡丁啊 这些这些菜都可以拿丁来代表 是吧 生活中间跟丁有关系的 火啊 烟 吸烟 灯光 女孩 是吧 女孩其实丁火呢 是 就是说小女孩的意思 是吧 小女孩的意思 他这里边这个关系 人物关系你要分清楚啊 你比如说他呢 他是代表第三者女人 情妇 然后那个妓女 三陪女 就是说是这是这是小姐的意思 是吧 小姐意思 那么再一个她也代表小女孩 小女孩只是说未成人那种啊 你跟这种要区分开 她是年龄比较小 这是这这个呢 是属于是那个对挂的性格 是吧 丁呢 有丙的含义啊 这个这个地方写错了吧 丁的含义啊 丁的含义呢 是男丁啊 你看比如说 呃 人常说的人丁行旺 人丁行旺 是吧 壮丁抓壮丁的 这个打仗的时候 要抓壮丁 这个家丁 是吧 就是说古代时候这个 有钱人家雇的这个家丁 养的家丁 啊 现在说是男丁 有没有后代 男丁 所以男丁啊 你可以代表小男孩 是吧 也可以代表小男孩 又可以代表小女孩 又可以代表小男孩 生殖器啊 那男性的生殖器 啊 鬼家丁呢是性行为啊 鬼呢代表女性生殖器 丁代表男性生殖器啊 这个在音盘里边是吧 那个王河林专门讲的是吧 那个 这个这个叫说是 他讲的那个比较啊 叫女上位是吧 鬼鬼在上面 钉在下面 是这个意思啊 眼睛 红嘴唇啊 红嘴唇 血 血管 马上达成啊 马上达成 希望 丁的希望是最好的啊 哎 乙呢是曲折实现的 饼是出现乱子实现的 哎 丁的希望是最好达成的啊 很直接是吧 高跟鞋 哎 高跟鞋是不是有个尖啊 我们就可以代表高跟鞋 花啊 樱桃 葡萄 肉丁啊 你看肉丁 公毛鸡丁啊 公毛鸡丁 胸 啊 这个 针灸啊 扎针 手术刀 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小刀啊 是吧 我们都知道心筋为小金属 是吧 小刀也可以当小刀 这个手术这个 钉也可以为手术刀 遇到钉的话你可以说是开刀 是吧 开刀做手术 然后还有牙齿 牙齿 你看 你看这个我们有个状态对比啊 为什么这个你看那个我们牙齿的时候是不是 实际上在在牙床上它是 它是跟跟钉子一样斜在里边的是吧 你看钉火代表牙齿 钉火代表牙齿的时候 这个钉代表牙齿就代表一颗牙齿 是吧 那么我们心筋代表牙齿 心筋代表牙齿的话 是吧 你看心筋是小颗粒是不是 一颗一颗的 哎那就意思 你的心筋代表牙齿就不代表一个了 就代表一群是吧 代表一排 代表好几个 这个牙齿 你看这个区别哈 虽然都可以代表牙齿 它还是有区别的 代表的性质不一样 这你要完全把这个性质理解透了 这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然后香火是吧 香火 丁了丁 丁香是吧 就是那个 烧香的时候 哎 香火 口子 哎 就说你身上哪个地方 被刀砍上了一个口子 这口子 丁子型的口子 丁子漏是吧 有文化啊 肚脐 电子产品 这个火呢 是吧 火嘛 它就是本身有有这个 那个动脉啊 电子产品的意思 是吧 跟火相关的 幼耳 小孩 啊 丁咬 你比如说蚊子哈 蚊子咬人的 是吧 你可以拿它代表蚊子 是不是咬人了 啊 啊 丁人 啊 你比如说这个还可以代表什么 代表呢 现在的监控器 是吧 嗯 就是这个监控 你像那个 路上是吧 都有监控 有些公开的地方 是吧 阴暗的地方 什么的 专门设断监控 就是呃 呃 那个呢 你看那个电子眼嘛 叫电子眼 电子眼 也是也是往那一放是盯着看 是吧 也是电子眼 也是弹皮 电子弹皮 露口啊 十字露口 丁字露口 高处啊 瓜子脸 演员 辣椒啊 辣椒子弹 对于丁齐的测婚一般为男性 第三者的实用符号 小三的意思是吧 性情和顺 而有心机体贴人 车道虫经常有新奇点子 新奇点子 这是总论 丁齐是玉女的形象啊 玉女的形象 我们这放一张视女图 希望啊 执着 发展 尖锐啊 逼人 然后带刺 是 丁呢 你可以 你看比如说商人的这个植物什么 带刺的 刺美啊 玫瑰啊这一类是吧 人物是情人 是吧 妓女歌星 技术一流的人 顶尖技术 是吧 常说的顶尖技术 你这技术是顶尖的 也可以拿它代表 你看我们这个 技术上是吧 杜门是技术 白虎是技术过硬 是吧 那么丁呢 代表是顶尖一流的技术 你看 不同的这个行用符号 但是呢 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是吧 又有区别 杜门呢 只是代表技术行业 这个行业 那白虎呢 说明我这技术过硬 是吧 我干什么叫技术过硬 那么 丁呢 是吧 丁是技术一流 这个丁呢 比白虎更厉害 是吧 就是神枪手的意思 就是现在说的狙击手 一枪 一枪过去 就解决问题 表现啊 突出之人 说话呆侧之人 眼睛好看的人 形态呢 准秀丽清高 肤白粉内 发细耳长 额宽耳尖 额宽耳尖 性情 性情柔弱 和顺耳有心机 体贴情人 洞察间歇 人体 眼睛 牙 心脏 血液 骨刺肉刺 男性生殖器 这个都好理解啊 这个应该是 从我上面这个 我们都能理解 感觉呢 是热跟烫 热跟烫 动物 钉咬人的 钉咬人的动物 比如说昆虫 蚊子 跳扫 马蜂 蜜蜂 牛汪 带刺的动物 刺猬 野猪 蛇 这个就是原来 姚艺生老师测过一个例子呢 就是 后来他那个受伤了 受伤了怎么回事 钉咬钉 是一群马蜂 一群马蜂 给折了 非常形象 但是呢 这种你很不容易想到 是吧 实际上这个符号里边都有 植物呢 植物呢 是带刺的植物或者果实 玫瑰 月姬 槐树 仙人掌 松树 这个石榴 板栗 茅丹 这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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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真没见过 这个东西 净物是发光体 灯 弱热体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个弱热体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热宝 是吧 电热宝 手机发热了 手机用时间长也发热 钉的本身也代表这个信号 信息的符号 刀 这个针 键 注射液 注射液 钉子 牙签票局文章 拐杖 香火 电子产品 证件 烟火 打火机 手机 子弹 小型金属物品 手势 射 手势射 地理呢 路口 屋檐 房角 屋顶 房位 南方 天时呢 星星啊 晴天 夏天 中午 色彩呢 是红色紫色 红色紫色 名为大地山川之土 性高康 至硬和向阳 生育万物 主人呢 形体 敦厚 四方脸 皮肤黄白 身体多肉 胖子 为人性情果敢豪放 刚烈暴怒啊 暴躁 憨厚 或者是愚笨痴呆啊 行动迟缓 其门中呢 称物为天舞为天门 物为天门 代表资本 钱财 土地 脸 鼻子 胸 乳房 肠胃 屁股 肌肉 肌肤 就是肉多的地方 物呢 代表肉多的地方 嗯 乙家物落弓呢 落钱弓 这个脚肥啊 乙家物落钱弓 是脚肥 那乙是鬼怪的 是吧 这个是胖的 钱弓呢 指的是指的是这个右脚 是吧 右脚 性格呢 忠厚 笨 大地呢 啊 这个大地 物啊 矿石 大石头 水泥 矿产 房屋上的草呢 哎 叫乙家物 是吧 乙家物物是房子 乙是乙是 乙是这上面长 长草了 这个意思 瓷器 玉器 你看 这个物土呢 物土呢 是羊土 羊土 集土为阴土 啊 那么这个土呢 可以把它做 把它作为一个 呃 经过火的土 我们都知道哈 那个砖 瓦 或者是那个瓷器 玉器 是吧 这些都是经过烧制的 是吧 还经过土烧制出来的 哎 但是土制不一样 它烧制出来之后呢 经过了火啊 它就变成了这个羊土 而极土是个陰土啊 极土陰土 衡量 房子 地质学家 会计 建筑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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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商 金融黄金 金融机构 农场 城墙 高岗 这个墙面啊 桥 奖信用 奖信用 有裁员 经济好 等啊 对于物呢 呃 更重要的是 记住它的钱财啊 钱财 资金的代表符号 资金代表符号 表示呢 预测人的行为啊 预测人呢 为人呢 宽厚守信 忠厚 星体敦实 四方脸 这呢 我放一场国画的一个山水啊 代表厚重的土 还代表烧制国的土 物还为墙 是吧 如果物家钉了你墙上 你们家墙上那个钉了个钉子 是吧 哎 都可以这么去解释 概念呢 啊 中正 厚得载物啊 包容资本 钱财 呃 金融宽厚 守信 忠诚啊 职方大 人物呢 会计啊 金融机构 人物呢 他是会计 就是财 财块出纳啊 以外拿物呢 代表 代表财务部门 代表财务部门 银行职员啊 地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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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人 房产开财者 从农者得高望重之人 宽厚中庸之人 形体呢 形体端厚 四方脸 浮黄白身体多肉 身体多肉 性行呢 果敢 豪迈啊 豪杰 羹里也暴怒啊 就是他也有一点这个 丙火的性 性质 我们都知道这个丙物同工嘛 是吧 丙物同工 我们在物跟丙 他们在这个 起十二宫的时候 他们是放在一起的 叫天干 火土同工 是吧 这个火这么烧 他最后要变成土的 他是火土同工 地支呢水土同工 地支呢是天干指天上 底支指地下 是吧 我们都知道那个水 地里边 越挖了深 是吧 那个水气越大 最后那个水都藏在这个土里的 所以说他这个土呢最后是来回的寄 是吧 在天上他寄到 寄到火上 在地上他寄到水上 其实五行呢 也就四行 人体呢 鼻子 胸 乳房 臀部 胃 脾 腹部 感觉呢是沉重 笨 对吧 这种人一落这个就非常笨 牛 猪 骆驼 狗熊 企鹅 熊猫 植物呢是叶子宽厚肥大 或者土生的 肉质多的果实 啊 如芭蕉 向日葵 肥厚的叶子肥厚肉多的 杨树南瓜 乃瓜 白虎 白白 白鼠土豆啊 这些都是在土里生长的 是吧 山药也是在土里生长的 胡萝卜 萝卜 净物呢是陶制品 土制品 呃 瓷碗 瓷碑 这个瓷瓢 瓷盆 是吧 就陶瓷品 瓷缸 唐瓷缸 是吧 我们原先那个 嗯 好像是 像什么 什么时候时期啊 就文革时期用那种 材缸吧 大材缸 陶瓷材缸 屋外边是陶瓷 里边是 是铁的那种 是吧 水泥制品等 啊 地理呢 寺院 起居室 这个 客厅 墙壁 水泥衡量 啊 你看这代表水泥衡量啊 也就说有物的话 啊 你如果在办公室啊 你头上有个水泥衡量 啊 就是上面有物 那这个 这个也很重要啊 就是嗯 按风水上讲的人 你是不能坐在衡量下面的 啊 有衡量你在家处理 不处理的话 他他那个气场在那折下来之后 对你颈椎造成影响 啊 所以是气头上有衡量的 然后墙壁 啊 起居室 啊 滴房 是吧 滴坝 这是坟地 灵源啊 因为我们一般坟地的话 不用这个代表 我坟地用挤土是吧 集土为地户又为淫宅 乌土呢 他代表洋宅 就代表你的家居住所 是吧 家居住所 土地 中间所啊 顾问机构 水泥厂 等啊 方位中央既在昆宫 天时呢 是星云银河 啊 云彩 阴天 色彩呢 是黄色棕色 其行呢 为方 那么这呢 就说是 呃 以前呢 有学生老师也讲过哈 就是这个乌土 乌土呢 他是代表他 你先把他性格弄出来 首先他是 他是这个 厚重的性格 是吧 厚重 然后高刚 是吧 这种性格 这种性格 那么他就举个例子 啊 呃 跟水跟火的区别说 如果你在大海上 你一起去遇到乌加乌或者是吧 乌加乌 你说大海上有没有高山呢 大海上没有高山是吧 哎 但是呢 那什么能代表这个乌啊 大海里边 什么能代表这个乌 最后他就定义哈 嗯 就是一个大浪 大浪 这个跟山一样的大浪就卷过来了 一浪接一浪就乌加乌 哎 这个乌他可以代表大浪 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啊 一般他不代表水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水呢 在沙漠中间 沙漠中间 你你起起局啊 任加任水 你前面有有有有 有个大水库啊 大坑啊 或者是大水池啊 哎 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沙漠里边 首先确定不可能是有水的 那么这代表啥呢 就代表流沙了 是吧 你一挂一一挂大风之后 那个沙子吹动起来 哎 像地面上的水在流动一样 哎 所以他也是特定环境下 这代表的哈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雾土的含义哈 那说这个是吧 谢谢观看